好,咱先回家上一课内容啊 上一课讲什么来着 上一课讲的是图案 对吧,信上了各种各样的图案 这次看什么呢 这次看笔刷 这笔刷是有什么可看的呢 首先就是这个笔的粗细 这笔的粗细其实大家有讲究 凡是这个做的比较好看的图 都在这个很认真的图啊 都在这个笔刷笔的粗细上下骨功夫 比如说这个 你看它的粗细是一样的吗 它肯定是不一样 有粗有稍微细一点 甚至最后收成一个尖 对不对 这这种东西其实就很微妙 如果是一样粗细会怎么样 就没有变化 就傻一些 是吧 这个这个其实比如说 很多作品其实都是 比如说这张 能感觉到吧 这个弯弯的尖 这个东西 这个宽窄啊什么的 这个东西也是 尖 宽窄 这个笔刷 其实里面很有学问 这这这腿这块 什么皮卡丘啊什么的 你仔细看宣传画 一般都是有这个粗细的 这个呢 就是这种细节 对吧 我们放大了 看这个眼睛的粗细变化 是吧 这就有点双眼皮似的 还有一些这个线条了 粗细变化 这粗细怎么调呢 其实咱以前也调过 比如这块有个线 这么粗对吧 粗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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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粗 这么粗 然后呢 把它放大 我们看这个是个W 他这个不就是 以前用过呀 变尖 是不是变尖吗 哎 中间没那么快变尖 是不是就弯尖吗 望里弯 这不是望里弯吗 往外出 往外出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 可以怎么做呢 还可以怎么做啊 比如说这块有尖出来之后 这个尖和这个尖一起选中 就可以平移 Shift一起选中 一起平移 三个一起平移 一起平移 一起调整 一起调整 我要单独调这个怎么办 再填它 再调整它 对吧 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如果说这个我给它拉开了 我就想一边宽一边窄 按住奥特件 是不是一边宽一边窄 能不能感觉到这个东西 哎 这就是一个基本的调整 是W 然后呢 调整 那你这个这个源头 它是什么样的呀 如果说把它变成端点是源头 源头小点 小点 它 它就 它也成尖 是不是 哎 大点 它 它就是大源头 呗 大源头 呗 就这么一过程 那么我们呢 根据这个就临摹一些图片 比如说这个 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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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临摹 不能 就是说我们现在尽量不用铅笔画了 铅笔是很快 很 很自由 但是出来的落点就很多 对不对 出来的落点很多就很麻烦 你还得用这个 比如说路径简化它 简化它 预览一下 简化 更加的简化 简化它 你看这不是几个点出来了吗 几个点出来 一确定 再去 调这个点去 就绕一道手的感觉 绕一道手的感觉 当然也可以 其实就是我们要画这种形体啊 或者说画任何形体 尽量就是不绕 不绕到 怎么叫不绕到 我一开始落点 我就把它弄好啊 这怎么做呢 先把它呀 隐藏掉 我们用钢笔工具画 钢笔工具 起手一点 不多落点 不少落点 就那么多点 哎 点起来 然后呢 控格 找到这个点 这个点 不多点 不少点 Shift 正拉到中心 哎 正拉到中心 好 再往下走 找到这个点 找到这个点 不多点 不少点 out键 把另一个方向也连出来了 再往上走 它这么着不是就一把成形吗 说白了 是不是 一把成形 一把成形就简单了吗 把这个事情 哎 这样不就出来了 这个出来了 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把这个 隐藏掉啊 这个先不隐藏掉 把这个变成什么形状呢 颜色呢 把这个路径 选中 变成蓝的 然后呢 变粗一点 这个反差 它明显一点 对吧 反差明显一点 反差明显一点 当然 它的不透明度 也可以控一下 不透明度降下来 降到一半 这个就差不多 差不多 在这个基础之上 再怎么办 再去 是有的达不了 再仔细控一控 仔细的控一控 哪块控啊 这块是有的达不了 稍微窄一点 是吧 这边也是 这边也是 选中这个锚点 稍微窄一点 然后其他的地方 我就先不动了 不动之后怎么办呢 然后呢 把它对象 拓展外观 把它变成路径 是吧 再用形状生成器 把它连到一起 连到一起 好 再去简化它 对象 路径 把它简化一下 简化到最简 就这么几个锚点 就可以了 确定 其实就这么 就这么几个锚点 那事儿呢 这个放大了去 就看你要细到什么程度 你就放的多大 对吧 你要细到特别特别细 那我们就放的特别特别大 是不是感觉 这个时候还得保证它是shift 平整 对不对 这边呢 选中它 哎 差不多了 我们为了这个 庆祝起啊 把这些东西先删了 删了 然后作为这条路径 它的不透明度还得降 降一下 降一下 好 然后把它切回来 切回来 这个位置啊 就得挪到差不多顶端的位置 这个的位置挪到它底下 其实 另一种方法是什么呢 另一种方法就直接拿这个 这个什么弄 直接把外边的路径直接给扣出来 其实也成了 是吧 也成了 方法都是一步一步人找出来 但是基本思想我们是得要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不要过多的去沿着切线方向就可以让这边往里收 对吧 这个锚点 是不是 上边一点点 尾数 方向没问题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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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格 空格 就是 这个什么 Ctrl 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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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算基本上把这个 哎 这个还是有一点别扭 细细节 这种东西 说不清楚 你有时候调不动了 就调细节 是吧 调细节 调细节 那细到什么程度呢 你就放到什么程度 你就细到什么程度 然后每一个地方 但是你太注重细节 整体可能要丢了 所以就是 在变化当中 就像水一样 没有什么形状 没有什么形状 不断的回到整体 不断的回到整体 你说这往上拉 是往这边拉的 都可以 最终是 上面也符合 下面也符合 我觉得甚至应该往这边一点拉 但是拉的更长一点 这么个感觉 这样上面也符合 下边就不怎么符合 下边 这个已经陷入到一个误区里了 我觉得 这边足够长 这边也不够长 还是得回到整体看 行 基本这样 然后把这个图层拿住 拿住 拿住之后 把它变成一个黄颜色 黄颜色 然后基本上就是不透明度 百分之百的这样一个东西 这样一个东西 就出现 那么我们继续 继续连什么呢 还是这样的东西 Ctrl加V 这个东西 也是一个河路雪 河路雪 放到这 当然我们可以在图层上 把这个图层怎么样呢 模板化 这河路雪就特别适合于用钢笔 走起来 一条 往下去 先别松手 拉出来一个 拉出来一个之后 怎么办 到这来 再拉 再拉这个 这个有点不对的 按空格 调位置 是吧 按住 out键 先把这个方向对过去 再调每一个 粗细 或者说 叫这个方向 对吧 好 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调的 插不留了 插不留了之后 再怎么样 在这 中心点 再拉起来 拉起来 是这么个感觉吧 按空格 好 是这么个感觉 然后再怎么办 还是out键呗 out键 沿这个切线方向 再拉起来 拉起来 这一会儿这样 然后out键 去调它的 方向 调它的方向 然后最后 这一根呢 也是这样 拉起来 拉起来 这就是不断的out空格 然后钢笔落点 这样变化 变化之后呢 把这个路径选择上 变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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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描边设置成圆头 圆头 我们找一个基础粗细啊 10 我觉得差不多 然后呢 不透明度 让它 是50 是50 好的 50 然后再选中它 把它 再边 再边 差不多 就是这个粗细吧 然后是一个w 去 去找它的这个 点 找它这个点 这个也是 是有的w 这肯定要是粗的 这个呢 肯定要是细 肯定要是细 A工具 A工具不能逗选啊 就选这一个锚点 你看 这就是一个锚点动 然后呢 是w 粗的 对不对 粗的 out键 一边和一边 不是那么一样的粗细 不是那么一样的粗细 A工具 在调位置 然后 这个点呢 也是一样 这个点 A工具 先 挪动一下位置 是w 去 out键 调单边 调单边 好 是一个w 变细点 变细 是不是这感觉 这一步其实差不多就行 差不多就行 到时候 到时候还得怎么着呢 还得那个什么呢 还得拓展呢 拓展开了还得细调 对吧 差不多就行 但是但是那基本差不多哈 基本我觉得现在基本差不多 差不多之后怎么办呢 把它对象拓展 外观 然后呢 对象拓展 然后形状双重器 现在这个东西没什么问题 就是一个形状 只有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可能会有问题 可能会有问题 看看涂层 几个涂层 就一个编组 一个编组 还有一些小三角在哪呢 都在这个接口处的 那就把它选中了 把小三角控制好呗 里边的东西是吧 里边东西控制好 好 这回 进去了 然后呢 把它这个对象路径 然后简化 简化 简化到这个程度行不行呢 我觉得可以 然后对这个路径啊 进行这个直接选择工具 和这个钢笔工具的调整 锚点的数量刚刚好 out键 把它调整方向 调整方向 然后这个点呢 它有点 有点多一个锚点似的 感觉这个 减去这个锚点 A工具选中它 这边铝上 把这边捋上 是不是这感觉 是这感觉吧 嗯 那种out键把它这边也 接过来 它这边有点圆头 是吧 这边有点圆头 这个点也是out键 往上走 往上走 这个点不要按out键 咱能往里收 要吃点切线方向 这边有点切线方向 是吧 好 这就是细致的活了 你说这个很多图形 它没有没有没有这个 它的设计方法 那就得一点一点的去想办法把它 扣出来对吧 一点一点的想办法把它扣出来 这个点也是要放这儿来的 这个点呢 放这儿来 然后呢 拉起来 这个点放这儿来 天呐 这个点呢 收过去 收过去 是个C把这边 对上 差不多 这个的C把空格 好 这个其实就变成了这样一个任务 往里收 收还不能收 这个点肯定是要 仔细调的 这过来 A工具 在这儿过来 过来 空格 简 把这个东西 都圆了 这东西挺圆的 这工具 再往这边 发过来 这工具 这样走起来 这样收过去 好 我觉得基本差不多 然后呢 我们把它做成白颜色 选重它 颜色是白颜色 不透明度是 非常的不透明 然后把 这个后边加一个红框框 后边加一个纯红的框框 纯红的框框 够在后 和录取 基本上还行 细节还是得细调 就是你更更仔细的去调 尤其是尤其是这块 尤其是这块 它没那么尖 没那么尖 有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呢 就是 咱们把它 用这个方式 把它弄得没那么尖 但是它一下都全没那么尖了 就选中这一个 这一个 把它弄得没那么尖 是不是 这个点也是 没那么尖 或者什么方法 就是把这个点 适用它加W 然后把它 就这么着平放一点 平放一点 但是这边平放了 这边就得 A工具加强 这样才能过完 对吧 就是两种方法 两种思路 其实还是那么着好 要不然 这边 这边基本形控不好的话 你又得考虑这边的形 又得考虑那边的那个 就这样 加一个小圆弧 就很好用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核露雪 再做一个常用的符号 什么呢 再练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也是我们很常见的东西 而且呢 特别适合这个钢笔工具啊 宽度啊 这些东西 这个东西高音普号 这东西怎么做呢 这个东西 首先就是还是钢笔工具走起 是吧 我们已经清车熟路 把它设置成模板 然后不要一下按下去 沿着方向切 沿着方向切 找到它的一个 感觉 按住out键 这块把它 就是不断的去 这个 这个玩意儿跟那个什么差不多哈 跟那个 叫做核露雪 差不多 这一块怎么上去 直接绕上去吧 绕 绕上去 out键 out键吧 它 它这边还还得是保持这个方向啊 这边还得是保持这个方向 所以呢 这个东西就得特别的长 这个东西就得特别的长 长到什么程度 长到 差不多这个程度 这个程度 这个东西稍微短一点 稍微短一点 这个东西还得继续的长 差不多这个感觉 然后呢 到这儿来 然后呢 一下下了行不行 一下下了 先下到这个位置 嗯 可以 然后再下到 这个位置不行 扛轴贼 撤回来 先下到 这个位置 然后再 然后再 去勾这玩意去 下到这个位置 拉开了一点点 把弧拉开 然后把它 差不多这个感觉 跟空格 空格 没有什么空格 他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对吧 这样一个东西 好 这个东西基本有了 有了之后呢 把它选中 然后呢 变粗 然后呢 不透明度降下来 然后呢 哎呀 这个黑颜色呀 我觉得有点变 这个黑颜色不行的话 用什么颜色 用红颜色 先挑 它 红颜色挑它呢 这个又是Shift加W了 Shift的 首先这个描边 还得是圆圆头的 Shift加W 在哪儿加呢 在这儿 嗯 哦 加粗一点 这块呢 还得保持住 嗯 差不多就行了 是吧 差不多就行了 这块 拉开一点 是吧 这块 这块 它这个拉开 不是拉开 就感觉这个 这块 它这个点有点高 是吧 往下 这个往里收一点 是吧 这就好多了 Shift加W 给它往里收缩一点 是吧 这边一会儿 给它弄一个 那什么叫床 这边 这边要out键 到这儿 就out键往这边 这个也是 out键往这边 这个呢 这个它out键吧 啊 这边 给它收回去 基本上 这个形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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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不太好看 但形是没问题的 哎呀 这个 out键 out键 A键 把它往上走起来 往上走起来 好 差不多 然后把它整体看一下 这块又有了再加一个大圆球 大圆球 是个这么个感觉的圆球 把这个圆球呢 也得 交换一下 然后呢 把它 放到这里边 放到这里边 这根线就得 调整 调到差不多到 这个 这个锚点 差不多到切线方向 感觉 这边再拉伸一点 好了 然后把它怎么办呢 对象拓展外观 完全拓展开 拓展外观呢 Ctrl 视频加 G取消编组 这就是一个完整路径 这个完整路径呢 还得拓展一下 拓展一下 这样呢 再用形状生成器 去把里边的 有一些形状啊 该生成的就生成了 全旋 是吧 全旋 全旋 哎 是不是基本就生成了 生成了之后 简化路径 这个套路其实 很明确啊 很明确 当然 他这简化 他有点太简化了 这个都跑行了 尽量别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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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这个方向上走 毛电也不是特别多 毛电也不是特别多 然后再去细条 细条 怎么细条呢 这个东西就得 一点一点调了 把它的不透明度再降下来 不透明度降下来 然后 A工具去调每一个锚点的位置 然后 调这个 这个地方多一个锚点 就减一个锚点 这个并没有多 放大了 看 他这边是这个A工具的 这个 两个又不一样 一个是小圆头 一个是小方头 对不对 小圆头小方头不太一样 这个往里收 这个也往里收 到这个点之后 到这个点之后 他也走一个大致方向 到这个点之后呢 他其实是A工具架 out键 把这个方向给他弄上 这个点往到这个位置上 好 这个方向是沿这个方向 这个点沿到这个方向 整体走起来 是不是 整体走起来 这个 这条线有点夸张 这条线还得继续 这条线还得继续去 弓形 弓形 然后这个点我觉得应该 选中这一个点 然后放到这个位置 out键去弓形 A工具 这个点移到这个位置上 A工具去弓形 这个A工具去控制 然后减号减 把这个东西减去 A工具去弓形 对吧 这边是没有什么持质的 像流水刷了过来 看这个点呢 要求他这个方向没什么问题 这个方向 让他去弓形 这个点呢 差不多这个感觉 往大了 走 好 这个点 弄到这个位置上 然后呢 out键加A 有的地方 有的地方它就是转换点 是吧 减号键 减去一个点 A工具控制这个 调整手臂 调整手柄 然后A工具控制这个调整手柄到这个位置 out键再去弓形 先这样看看整体啊 整体还可以 然后再去 细节里面去玩 细节是没有尽头的 这个点啊 放到这儿 我觉得应该放到这儿 然后呢 把这个好高的东西收回来 这一侧有问题 够行的位置 稍微大一点 谢谢大家 这个顺上来之后这个有没有问题 它不光要考虑它自己 它还得考虑上面 就是 上面 对吧 就是这个上面接下来这一下 我觉得差不多了 差不多怎么办呢 把它整个了变成黑颜色 然后变成 100 然后就完成了这样一个高音普号 好像上面有很多的东西 高音普号 就是整体是这样 但是这个圆可能还得更好一点 就圆怎么让它更圆一点呢 就真的再去画一个圆嘛 就真的再去画一个圆呗 然后把它俩 一起形状生成器一下 这不就很圆了吗 但那切线位置又不太好 就真的画一个圆呗 是不是 然后呢 再去形状生成器 选中了它 它和它 生成一个圆 把这块 不要了 把这块不要了 这不就圆了吗 对不对 这块 这块好像还有点问题 就是这个尖的问题 这个尖不到位 它只考虑了左侧 它没考虑到这个方向 要齐平的这条线 这样就完成了 这次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做了 麦当劳 还有高音普号 还有这个和路学 多加练习这个钢笔工具 这次呢 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